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Vicky 郭英文 这次有Arnold 主嘉宾 Arnold 你好 Vicky 你好 今晚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安股市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收市传先向下 上升周围指数跌68.355点 申请成分指数跌500.14913点 会心300跌150.5377点 创业板指数跌119.3161点 恒指方面今天收报28550点 跌746点 国企指数跌317.221334点 大市成交有2698亿 Arnold 看到今天港股走势继续差 亦要跌700点 A股方面表现亦差 差不多要跌2%以上 不过今天港股看回 其实内需股表现都是不错 几个食品股 饮品股都是做好 都是升2%以上 其实是否反映着资金不是全面手印 就是还会有些炒作 又不是这样看的 你留意你所谓的内需股 升得比较多的那些 第一方面是之前不热炒 完全跑输的股份 那些资金找地方秘 这个勉强说得通 但是如果你看市场消息上面 亦都在说 今天可能做得比较飙青的 维他奶或者高音零售那些 全部有涉及 可能学习美股夹淡仓那些 相关动作 但是是不是这样 不知道的 其实没有太多数据 这一刻我不会很过分解读 暂时来说 但是资金流流上面 又不算很严重 你北水起码还是净流入 港股现在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少少的调整 穿了28,600 可能落到28,300 28,400左右 正正整个升浪调整 0.382左右 这样去计算 可能幅度多过一月份 短线来说 你要留意一下 就是说 看回未来一两天 就是说星期五 或者下个星期初 过了期结的状况 你短线如果还是这样跌下去 你没得不怕 所有事情都开始要想投降 开始要避一避 避了风头 但是你说跌完急跌两天之后 开始慢慢做底部 你又没有坏 市况可能跳整完之后 再上回去 都是找回那些Coin市股 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现阶段 两个建议 要么就是说又是减磅 慢慢再看定些 再去追上 要么就拿着 你会承担多些风险 但是你又亦都说 市做完底部之后 会再升上 两样都可以的 看看你在说 操盘能力而已 嗯 操盘能力低一点 暂时会建议继续看着 未去都说 差路一定要走 但是如果短短 一个加日日上 你如果美股再断 你再跌得很厉害 VIX 只要再扯上去 你总会想象到 又会涉及一些斑支回潮 资金要走 短线的调整幅度自然大 所以这一刻 你真的要再设一个最后方线 就是28,000 你再穿上去 就不能不投降 你想想 30,000点跌到28,000 如果三个交易日 这样穿了 或者一个星期内 这样穿下来 周线图 或者短线走势 那个momentum 一定会转差 所以你现在说短线来说 没什么可以做 先看平一点 如果短线势头 过去两个日 有机会转差 但是没有想到 刹到这么急 如果刹到下来 这些位置之后 就很被动 你现阶段来说 可能最迟最迟 200,000这些位置 嗯 好 但刚才Arno提到 今天是否有些夹蛋仓行动 大家都未知 但可不可以在这些股份里面 跟着消息炒 好像月文那样 其实它都有消息 我不会建议这样做 因为问题就是 你不知道 淡仓整体比例有多少 如果你看市场上面 其实找到的 暂时我看到 每天的沽空金额 他们整体每天的沽空比例上面 的确是相对比其他股份高 你也不排除 因为始终它的股票那么满 有人会尝试去做沽空 涂演等等 但是我又不认为 港股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特别这些大隻的 相对比较大隻的股份 这些不同的 你GME在美股市场上 未爆上来前 是一种很小的公司 你说这样夹上来 是夸张的 这件事件 但是你觉得 如果港股一系列的股份 这样夹上来 我不觉得同样地 会复制这个状况 第一方面 没有那么多献身工具 第二方面 就是现在市况没 资金始终还是浅多 可能会部分短线炒下去 升低一下之后 再去追 我觉得这个明明太高风险 不会涉及在部署策略范围 我们向来都是说 以稳稳赚赚赚赚 相反地 就看看 可以夹得多少 这类型的夹蛋仓 GME 高 即是美股的GME 也好 港股这些股份也好 我自己都是采取一个 食花生态度 在旁边看 我就不会建议在参议其中 好 另外 其实今天也有一些疫市 有得升的股份 包括平安好医生 今天收市 升超过3% 在98.05% 有消息 就是说 平安好医生旗下的APP 就更改名 叫平安健康 亦都发布了六年的注册用户 达到3.46亿 其实看平安好医生 之前恒指那段升浪 都没什么升过 但是大行对于平安好医生的目标价 都是看到115元左右 现在这个位置值不值得 我就不会用大行的目标价来做参考 何况只是一两件位置 平安好医生为何第四季开始转弱 只要他第三季业绩 其实都已经见到整个增长动力 明显地放慢了很多 而有个特别之处 其实你说平安好医生 年初至今的整体表现上 现在都是跑书行止 你讲一个转捩点 就是在一月尾段那段时间 有很多摘经济概念 真的讲上年1、2月份 受惠疫情 到了最严峻的时候 这股份 就再次炒起 平安好医生 你用同一条矫炒 我觉得都勉强逼到你 但问题就是 由80元炒到现在 去到这些水平的时候 跑完恒指定施 你还要迫他上100元下去 不会的 我会视为当图生活那样看 你如果有货的向来想走 今次100元这些位置是一个减资机会 短线来讲 你甚至看图上也是 今天冲上来 其实是第一个射击知识 但是今天事况之前也讲到有个特别之处 就是说资金是追的之前没什么炒过 落后的相关股份在 追落后这个状况 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 你不会追落后 上来之后还打算去追落后 很难说 如果你真的要一个大幅度改善 一定是有些基础有些大改变 如果你单依赖apps 改名 整间公司改名等等 我觉得 这个不会是一个转变点 你短线的转变点 现在的问题就是 甚至你可以参考 就是说阿里健康 京东健康那些根基的 估率也是很厉害 所以短线来讲 平安好医生 我觉得100元留上这些位置 我会建议减资 如果甚至穿95元这些位置 我都会建议走进去 好啊 另外想说到新能力汽车版块 其实看到特格晚 Tesla也公布了上季度的业绩 差过预期 今天看到相关概念股 好像1772 都要跌7% 另外看到1211 比亚迪 今天都要跌7% 不过今年 其实是不是继续都是焦点版块 是不是真的都可以趁回调 如果市场还没玩完的话 是的 没错 但是后面位置买 这个就比较考功夫 而说比亚迪 和长城汽车的图 都是略为有个转叉 这些位置是尴尬的 你譬如看比亚迪 再穿230元这些位置 有个箱顶形态在 落到保力交通道底部 甚至50天线 210元这些位置 机会性不小的 但是市场的momentum 转叉了 这些股份跌上来的时候 亦都自然跌得比较急 所以随时有机会试条50天线 有货的 做好心理准备 你未来会好挫 又是那两个选择 要么你就走了它 抠低一点去买 要么你就继续炸绝 预了会挫 有机会上去的 这个又是看你的粗盆的心态 其实你看图上 我想穿230元这些位置 我会建议先走 始终双顶形态是出力 而同样地你看长城汽车也是 在图上 25元这些位置一穿 其实可以有个深一点的调整 又是落50天线的位置 再上不出气 我想不会说 汽车玩完 电动车炒不起 但是短线 你现在形成了一个调整有因 官媒又出声 最重要内地汽车协会上面 亦都在说 一月份的整体汽车销售 不是真的想象中那么乐观 虽然电动车不关事 应该还是买到光明火热 但是短线股价是形成了一个调整借口 所以我想车股 短线走势的确这几天 这三个交易日 有个明显转叉了的跡着 就算说我们星期的slap toy 也就是吉利 可能短线来说 真的要先移一移一致 因为始终一个势头很差 很多股份都有机会先试一跳 可以先试一跳 好 短线时间想和Arnold说了 Cmall 2 因为看到它有配股的消息 每股配股价是74.4 比起昨天收市价80元 折养了7% 今早上看到它一度倒升 但最终要跌6.5% 其实看到很多家庭观众都想留意 这款是否可以趁它买回 你回调 看看回调多少 这些市况成本 我之前说的 就算强度比亚迪 长城汽车那些 会见50天线 你同样地 斯摩尔不是说完全无可 不见这些位置 你现在穿10天线 最重要是市况气氛差 你已经见到配股股份 不会再马上升上去 相反之前 配股股份升上去 有很多经历这一轮调整之后 最终它们的配售价都跌穿了 所以斯摩尔 就算想去买 我想都不用那么心急 第一方面就是 你始终这几天的市况是跌得急 可能有机会升上去 我都相信会有机会升上去 但是应该不会出现一些V字状况 不用那么心急 要急你急了 现在买着 有两个选择 你如果有货的 拿着或者后低买 所以你不会在这些位置 马上去冲个头买去 而斯摩尔也是 你始终说今天的图 一点都不好 上不回十天线 也都在这些位置上显示着 我想70元也未必说真的好受得住 除了70元 分分钟有机会给你60元 这些位置再买过 始终升得多的股份 你说要调整 我觉得不意外 但是去到60元又有点过分 你想想整个一月份的升幅 蒸发饭 又发过营气等等 所以你如果真的很想买斯摩尔 我建议70元以下 可能达65元左右 这些位置 开始去试试上车 好 想买的朋友可以给予一些耐性 也都麻烦了 Arnold和我们这么长远的分析 我和你申报一下 有没有持有以上的提报股份 也没有持有的 好 麻烦了 今集节目时间 差不多和Arnold就聊到这里